喂 我想要簽對導導 我們的警察局提供給本席的資料 有問題 我想要針對這一點來問一下市長 我想要請教市長 較少說未來 只要是 高雄市議員 來帶我們的特助長 投資料 結果提供的這樣子的假數據給 民意代表這樣子未來 我們要怎麼樣去問政 我們要如何去監督市政 我本來還想要再問 我們的特助長 但是我現在 我也沒想要再問 因為我不能擔保說 這個數據 高雄市警察局所提供的數據 會不會也是一個假的數據 只是為了要美化 或者又是什麼策略性的問題 所以我想針對這一點 市長你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多謝 我想跟黃議員說明 高雄市政府任何各級處 提供給議員的 不可能是假數據 如果這個中間是假數據 那我會認為 我相信我的同仁提供是真的數據 因為假的就沒有意義 議員的監督 當然不可能建立在假的基礎上 是不是黃議員能夠讓 我們的局長說明一下 說他剛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太快 說了給議員五歲 是不是可以給他率明 說他的數據是什麼樣的數據 這樣好不好 沒有啊可是我們都知道了 明明數字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的局長所講的 好像就不是這個樣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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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跟黃議員說 黃議員是一個非常優秀 理性的議員 如果這個中間 我們在對話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誤解 至少你讓他有說明的機會 如果他提供假的數據 那我會覺得這個我絕不允許 絕不允許 謝謝市長 來陳局長 針對剛才的問題 是不是做個回答 請回答 謝謝黃議員 這個給我這個機會 再做一個說明 那個數據 是沒有錯 但是 就是說 那個就是說飆車 那個青少年準備要飆的時候 我們就不讓他成型 就開始把它壓制下來 所以有針對他違規的部分 我們就開始告發 告發取締 所以我們就把它列為 這個是屬於飆車的績效 但是我們市民所關心的 是那一種 有沒有大型規模具有威脅性的 在馬路上飆 然後闖紅燈 然後一路上那個高音喇叭一直扒 這樣的一個危險性跟威脅性 有沒有這一種 所以我在表達上 可能就省略了這一段 局長所以準備飆車是要飆車嗎 準備飆車是要飆車嗎 我們的統計上 他是把它列為這個是準備要飆車的 所以那些年輕人準備要上路聚集 在某一個地點要上路了 我們就趕快把它圍起來 用快打部隊把它圍起來 然後通知家長把他帶回去 然後有那個遮牌的 那個或是沒有帶駕照沒有帶安全帽 我們就這樣給他告發 所以他們把我們在那個交通大隊裡面 他就把它統計到這個屬於飆車的 這個績效是這樣子 好陳局長請坐 所以這個數據是沒有錯的 陳局長請坐 不要急一點 抱歉 請坐 我想齁 未來每一個議員在問政的時候 都需要 為什麼會去跟市府去要比較準確的資料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在比較理性 比較平和的狀況下 去跟我們的市府去探討 我們高雄市政的問題 可惜齁 今天老實講 剛才我們的市長也會說 你也知道說 我們問題 一向都很平和 可是為什麼剛剛這一點我會 相當的生氣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我希望說未來市長能夠去 跟我們的各個局處首長 去能夠溝通清楚 未來只要是我們的議員 要要的資料 或者是希望你們能夠提供的資料 都能夠以最準確的來提供給議員 好不好 謝謝 我相信齁 其實我們治安看來以後齁 我們發覺 高雄的治安 會讓高雄是個宜居城市嗎 我不認為 因為我還有毒品沒問題 可是我現在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相信毒品的問題 我們的陳局長我們的市長 也相當的清楚 高雄市的目前的毒品的數量 在近十年來 將近成長的將近十倍 十倍啦 高雄期能不能夠 建構一個無毒的城市 我想齁市長 你能不能在這邊跟我們宣誓一下 你要將高雄市建構成為一個 無毒的城市 未來大家想到毒品 就不會想到高雄期 陳市長 請回答謝謝 請市長回答 非常謝謝黃議員 謝謝黃議員剛剛 讓我們警察局有說明的機會 我跟黃議員保證 就是說未來我們各級處提供給議會的資料 一定是真實的資料 謝謝黃議員 我們非常感謝 認真優秀理性的議員 能夠做一個嚴格的監督 能夠讓高雄更進步 這個我們都是肯定 那黃議員剛剛提到 我對整個毒品生痛誤解 那我想我們會努力 我們一定全力打擊掃毒的工作 那我們希望高雄市 不管在我們的警察局 教育局 衛生局相關的單位 我們在聯合掃毒的部分 我們能夠一起更認真合作 我們願意在這個部分 跟中央一起合作 我們認為高雄市在掃毒的部分 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會非常的努力 那我們掃檔掃毒的部分 最近我們的警察局破後 大概全台灣在毒品的這個部分 他們的績效也是受到肯定 那我願意跟黃議員承諾 我們在掃毒的部分 我們會非常的認真 我們絕不舒服 好謝謝市長 我想針對剛剛我們四位議員 所提出來的 從財政面 討論到交通面 再從交通面 討論到登革樂居住環境的問題 再來再討論到治安 種種都是希望說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能夠針對 很多的問題去做改善 不要讓我們的高雄市 原本是一個安宜的宜 宜居城市 變成宜掉的宜的宜居城市 我相信這一點 是我們身為高雄市民 大家都不樂見的 市長你說是吧 謝謝 這個 宜不宜居 市長 520之後 我覺得市長應該是充滿信心 因為 你也擔任我們副總統的主任委員 高雄市 選了很成功 我們 我們 長期以來都在說 縱北親南 縱北親南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高雄市以後 會翻轉 比縱南親北 有什麼 我就縱南親北 沒有 我想我們市長 真的 高雄市民 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在願望 因為 如果真的這麼多 問題要解割 我們真的需要重用的主委 在這裡 我要先請教 我知道 三月份的時候 市長 市長 在陣金 有去立法院 拜訪到 我們這裡的 立法委員 希望說未來 蔡英文總統 重任以後 到底要怎麼來改變 這個南北不均 南北不平衡 這個落差的問題 齁 啊 當然 我在財政小組 我也請教過 我們 幹局長 到底我們把中央 提出 哪幾個重大建設 要求中央來做 市長 你可以現在 大家高雄市民說一下嗎 你現在給小英的名單 有哪些項目 市長你可以簡單說一下嗎 請市長回答 中央要抑注 即時要抑注的 對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高雄做一個南方的城市 確實有我們的悲情 那我們希望 在未來 南北的平衡 我一再強調 高雄要的不多 高雄只要公平 那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希望未來 整個新的政府 在五大創新的產業之中 我覺得尤其是在國建國造 在我們高雄造船業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是有一些討論 但是高雄一個要繁榮的問題 第一個 我們亞洲新灣區的發展 亞洲新灣區的發展 牽涉到附近 很多國工營的一個土地的開花 我覺得這個部分 包括二零五冰工廠 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中央政府 國防部 所有的經濟部 在這個部分 能夠配合高雄市亞洲新灣區的開花 另外我想金屬石化葉 如果金天石化葉 如果沒有高資化 如果這個產業 依舊在這個部分沒有提升 對高雄城市的翻轉發展 是有限的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高雄唯一的產業 遊艇業 但是我想這個部分牽涉到 大拿包千川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把大拿包千川 居住的正義 做一併的思考 我想這些產業 在發展的過程之中 會有一些阻力 我們要求他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高雄智慧城市創新的產業 這個部分 包括未來市地域等等的發展 這個我們都大概在跟 整個我們的立法院的立委 包括我們在跟 新的政府的幕僚單位 我們都有提到 另外我想高雄市對於 我們的健保會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認為過去補助的方式 有若干我們認為對高雄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不公平 我們認為在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要來中央展開一些討論協助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 有對未來高雄產業的發展 對新政府期待 他能夠聽到南方的聲音 市長你先請不要坐 我請教市長你一下 市長你剛才洋洋灑灑 我們也充分讓你表述啦 因為 因為 畢竟我們高雄要反轉 剛才我們說這麼多問題 林口的外衣 經濟越來越嚴重 經濟外 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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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的無料幫你提供的 具體的三項 你覺得最重要是什麼 市長你簡單的說明一下 第一個 我們亞洲新灣區的開發 亞洲新灣區開發 這個牽涉到 我們在這個 港區的部分 油草的遷移 好 這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 我覺得他應該這個部分 就是二零五兵工廠 這也是堅設到 第三 現在就是很重要 石化業的高資化 這個部分牽涉到 我們大林埔 千春 等等 這個議題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市長 感謝你回答 你先請客 當然市長剛才我們在檢討財政局 我覺得進步已經很大 因為我們現在不在說不土地 也不在說中央補助 你在跟全部高雄市民 你先說到高雄市散熱 未來何去何從 你說到亞洲新灣區 你說到中山路的 二零五兵工廠 你說到 石化業要提升 市長 在 在你一個城市 真的是 不簡單 市長百百種 但是我認為散熱 很重要 齁 我們高雄市政府這幾年 已經十一二十年 會臨口快速的外衣 最重要的是因為不散熱 但是到底我們這些 聲音中有聽到嗎 再來 我們高雄市政府 無聊給你這些消息 還是這些風向 有對嗎 現在 五季工廠英文中臨 蔡英文中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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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上禮拜 林權 院長 有造一個 行政 不知道 市長你知道嗎 他早去逃逢 去逃逢 去逃逢 去看一個基地 在看見到 未來所謂的百日政績 這我們 從北東東看到 蔡英文中臨 雅林權院長 有說到 520之後 百日有感政績 我先請問我們 來研考會主委 主委 他的百日政績 是哪些百日政績 來 主委你簡單 報告一下 請主委回答 跟議員報告 那 百日政績 我們最近看到 有哪幾個項目 產業有關的 是亞洲矽谷的確定 一個亞洲矽谷 還有呢 那這就很重要 那第二個 打PASS快一點喔 時間不多 整個長照的 這個長照 第二個 第三個 年金 已經確定這個 年金改革 還有呢 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 你請坐 你們這個團隊 是還真的蠻團結的 因為PASS打得很快 市長啊 金信航 蔡英文總統 他選擇 五月孔以後 百日 有感政績啊 但是本社 看一看喔 這個 長照 跟年金改革 是 制度性的嘛 齁 我們全台灣的 過去的年金制度也好 還是長照 跟我們立法過 還沒失行 但是其他的兩項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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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這8年20萬戶 那在哪幾個城市是各幾戶 城市的分佈我還沒有看到這個資料 你還沒有看到 同一篇新聞稿你沒有看到 那打怕蛇再打快一點 我告訴你喔 新北市10萬戶 桃園市5萬戶 台中市5萬戶 你請坐 是 但是這個我可不可以回答 你回答一下 你頭頭不是說你不知道啊 你現在還要回答 這樣的分佈其實是有它的客觀的背景 就是整個房價在 客觀的背景啦 所以我們這個他們提出 台灣現在三個月最需要的 有感政績社會住宅 是在新北 桃園 台中 來我請教一下我們曾局長 那個金發局 曾文森局長 他的這一個 振興經濟的部分是 什麼樣的一個振興經濟方法 據你知道嗎 最近提的就是亞洲矽谷 對 那這亞洲矽谷的內容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桃園 那基本上是跟原來的航空城 還有它的幼市工業區有連結 那其實它的做法 其實是想要跟矽谷連結 就是把青年的創業能夠放在 他們現在選定的基地裡面 但我可不可以跟議員報告 我覺得矽谷是一個精神啊 不是個地點 它需要的是一個生態 真的不是一個地點 那其實在推動這些政策 也有很多來自矽谷的一些專業的人員 所以你是看不好林權這個政策啦 不能這樣說 你認為這是一個精神 我相信 我相信 中央政府對於如果亞洲矽谷這樣的政策 能夠在 除了目前選定的區域以外 也能夠有同樣的聚落發生 我覺得 我認為 他們會樂見其成 那我請問你 為什麼設在桃園 不要設在我們高雄 我們的條件最後一點 比不過頭峰 來教長你簡單打破 你的看法是怎樣 你簡單打破一下 好 我目前的理解 就是說 台灣其實在過去這幾年的科技發展裡面 有兩塊 一塊是在科技主要是以足科為基礎 另外一塊是金融 就是放 這一塊是台北這個聚落 我現在桃園是落在新竹跟台北的中間 我目前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那再加上 桃園機場其實國際航線比較多 跟國際的鏈接上面 相對於目前其他地方 比較方便 所以選那個地方先做試點 這是你了解的嘛 但我還是要講 相對來說 高雄其實也不見得完全沒有機會 這個我們也會積極來爭取 就已經要設在桃園 你還說高雄不是沒有機會 是 你說這句話都覺得很奇怪 短期之內是這樣 但我還是認為 亞洲矽谷這一件事情 好 就以矽谷的整個面積跟產值來算 其實整個台灣拿來相比 也都不為過 這個局長啦 你如果快要這樣說 那不然我問你就好 這一個在桃園 又是工業區 這個8.44公頃 這個所謂的台灣的亞洲矽谷 高雄市政府有沒有去爭取 有還是沒有 我這樣說 它不是一個公開被爭取的 我剛才的說明裡面 我已經跟議員說明了 我認為 這一套模式 如果是可以work 我覺得在高雄 同樣可以做同樣的事 那你請坐好了啦 好 局長 市長你有聽到你的局長的說法嗎 高雄市一定沒有這些三億 那叫我們曾局長的說法 因為聚落在台北 所以就永遠設在台北 這樣我們都法界的嘛 我們希望創議員總統 可以把主委叫來高雄 這樣民國幾年才會叫下來呢 是不是 啊 主科就在新町 內科就是台北 那你只要我們 我們現在 我們持有團隊的這種台東 他就是在那裡 所以我沒辦法去叫來 這樣你 那你 那你做總統 你做總統 對高雄哪有什麼差別 而且齁市長我跟你說 根據我的了解啦 因為我很多朋友在族客在吃頭肉 這個亞洲四 台灣的亞洲這個亞洲四股齁 屏也不是國長說的這樣 是一個精神而已 你如果看報紙下的 部長怎麼說 他說齁 這是未來台灣的三億 八點四公圈是多大的土地呢 他都本來三個航空城跟他合作 會展中心 兩座會展中心合作 要改變做一個 台灣的四股中心 游臨到游 結果我們高雄沒有去政處 我本來想說這是不是馬英九政府 時代 整個好買在東方做的 市長我幫你報告 不是 我一定怕東方市 進化局長 那幾六次 他們是一月十七日 副英文總統 動選以後 台本山市長 讓他們局長 做火器 拜託 副總統 要來設立的頭 所以 剛才我們局長在說齁 我最怕的是一個事情 市長 高雄的現狀 哪時候剛才局長 上一段有說 我們政三名的選擇 是什麼 更替 集合 更在金色 市長 你十年前做高雄市長 這就是高雄的選擇 十年後今 高雄市的選擇 也是更替 集合 金色 市長 我們如果要 中央的主委 中央的豐陽 高雄英文 我們撩不下來 但你兩年後市長結束 高雄的選擇 也是更替 集合 金色 這又是什麼 高雄的經濟 是一樣 是原原 所以 這張PowerPoint在看 副英文 新總統的百日政績 市長你看清楚喔 剩下一千二次 幾歲了 明明 怎麼 英純 台北市新北市新 就是台灣的一個高科 自己的重町 台灣的三個重町 現在要把他投行包進去 你不能再說是 馬英九不聽高雄啊 爸 到底高雄有去政處嗎 我們高雄有南科 竹科 我們也有這些企業在這裡 順其在世上 做的 像局長說的 國際班級 我們這裡有台俄的學者 現在 比那些學生 博士 市長 我要向你建議 是說 我要黏著你 聽我們高雄主委員 很多 高雄的臨財 很多 但是我們高雄的 這張團隊 要實際 鼓鐵下去 如果沒什麼 剩英文總統 百日政績 百日有感政績 沒有一項是我們高雄 市長 你可以簡單 跟我們說明一下 請市長說明 請市長說明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蔡英文總統上任 今天大概是第十天 那如果說第一天 第十天 對於未來 他的產業的佈局 有沒有給高雄機會 那高雄市政府 當然 我們會非常的關注 那我們提到 石化業 金屬 基基海 這都是高雄的強項 那強項的部分 怎麼樣子 讓它高質化 這並不是表示高雄 放棄我們可能發展的 其他的產業 包括這個部分 我們智慧城市創新的產業 那我們有若干最近 高雄市政府中山大學 跟工研院 那我們有一個創新研究中心的設立 就工研院他們在若干研究的成果 未來這個部分怎麼跟高雄合作 那新的國科會 那新的國科會 跟我們的一個 我們在討論 七險國中的部分 我們有海洋研究中心 未來如果海洋的研究 高雄作為這樣的一個港區 也是我們的強項 這個中間 會有很多的研究研創新中心 現在 我們正在跟國科會 正在討論中 這個預算 他們必須國科會播入 那這個我們現在七險國中 才會播一部分 給作為海洋研究中心 等等我們跟黃議員說明 說如果今天 未來產業的佈局 如果依然沒有給南部機會 這個我們不會沉默 也不會做事不管 我們會認為今天國家的發展 應該是南北平衡 每個區域的發展 有它的強項 但是也有些區域的發展 國家應該給予更多的資源 來協助他 有除了原來的強項 新的發展 所以今天 蔡英文總統 才上任十天 那十天 但是我們對於高雄未來的產業 那我們也因為 我們也會 根據我們未來發展上 那高雄市政府一定會站在高雄的利益 我們會全力來爭取 感謝市長 我就是要聽你買了一句話 高雄市民的福利 和未來 在你的手中 齁 現在已經五億空了 我們希望說新的政府 可以像他選政 是要跟我們說的 讓我們南北 跟他做主緣 市長你剛好洋洋洋洋洋洋 我們高雄市現在在進行的產業 包括海洋 研究 包括智慧城市 包括遊艇 我跟你說 我們都樂觀其成 我們對於傳統產業 也樂觀其成 但是 既然國家要做一個亞洲四股 我是建議我們還是要去政出看看 不然你說 機械 投票也很用啊 投票傳統機械 是怕台東是全台灣最用的 他也有傳統產業 但是他們現在要加入新的產業 高雄市也這個要打招 既然我們市長怕 總統這麼好 我希望說 今天是第十天沒有不對 但是 他們是三個月前就在政出 我們市長要比較積極的 配合 中央有什麼 方向 真正因進 高雄需要的產業 市長我送你一句話 蔡英文總統跟我們說 選舉政會變成怎樣 選政 三名害死 選了 高雄派死 已經四大政績 沒有一項在高雄 四大 四大的一個百日政績 所以市長你要加油 我們自己 你要去幾道台北 我們需要我們要對你來 這樣好不好 所以拜託市長 三才要加油 就剛才我們的黃議員 黃紹婷黃議員 所提的產業問題 我想要借問我們的市長 因為市長 你過去是我們 蔡英文蔡總統的 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 他正前有提出五個新興產業 市長你怎麼知道會對五個 市長請回答 五大新興產業 哪五大 市長你怎麼知道 來 還是副市長知道嗎 副市長你是不是回答一下 陳副市長來回答 因為 實在是沒有背下來 那跟高雄比較有關係的是 國防產業 剛剛在講亞洲矽谷也是其中之一 那以及這個中台灣的 這一個應該是精密機械 那有一些跟我們 台南有一個那個生技 我問說航高雄的 高雄就是我剛剛講過 跟高雄比較有相關的 那我建議 許市長你回去再好好看一下資料 五大新興產業裡面 有三大 跟高雄有關係 國防航太 還有我們的生技醫療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綠能科技 這個是在我們高雄 包括陸科 包括南科的 高雄高雄廠 都是有這些產業在的 我們的生技醫療重不重要 很重要 我想問許副市長 你知道高雄的 產業的高附加價值率是多少 產業的附加價值率多少 對不起我 我實在聽不懂 那個黃議員問的那個問題 我們的產業的附加價值率是多少 這個 剛才我們的市長有一直在提到說 我們的產業 要創造高附加價值 高附加價值率 你剛才我們現在高雄的附加價值率是多少 很抱歉我實在是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定義 馬上局局長你知不知道 請坐下 許副市長 麻煩請坐下 謝謝 我現在手上沒有資料 我跟你說 這裡有任何一位局處首長知道這個資料嗎 研考會知道嗎 研考會主委你知道這個資料嗎 高雄市產業的附加價值率是多少 我不知道 好 我跟你說 20.8% 你們好像全台灣多少 全台灣是30.7 我們的平均水準遠遠低於全台灣的平均水準 所以我們認為產業要不要升級 市長一直在提產業要升級 那既然我們蔡英文蔡總統 在選前有提出了我們的五大新興產業 裡面有三項是和我們高雄息息相關的 那在百日有感升級裡面 我們的市長有什麼要去進出先來做我們的生技醫療 先來做我們的綠能科技 那個局長先請坐 我覺得說 這就是我們的市府團隊要好好把資料提供給市長 我們有想到說既然我們的市府團隊都沒有這份資料了 我希望市長 你一直在說 因為過去你一直在講說 我們的南北的資源分配不均 我們也認同 那我們高雄也有很多歷史的包袱 我們也知道 可是現在 民進黨一定全面執政了 是不是希望市長 能夠為我們高雄多多的發聲 尤其我們這裡還有四位 我們都算是少年議員了 我們希望我們的陳菊市長 能夠帶進更多的產業 帶進更好的產業 來留住高雄的青年朋友 替我們高雄的青年朋友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市長是不是請回答謝謝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我們黃議員 黃議員 對高雄市未來的產業的憂心 我們很感佩 也非常感謝 高雄市政府對未來 蔡英文總統 絕對不會 險前三門海事 酸後說高雄 抱歉 我想高雄市 我想我們不會做事說 酸後高雄 抱歉 我想我會站在 做一個高雄市長的責任 為高雄爭取我們最大發展的機會 那現在因為有一些不管是生物科技的產業 還有航太的產業 利能的產業 在高雄慢慢的也有在形成若干的一個聚落 我是認為未來高雄科學園區跟陸主跟台南這個部分 未來是要分開發展還是 因為是連載 差不多連輩之後會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再討論 那總而言之我們會認為說 怎麼樣子給年輕人在高雄 有一個就業的空間 那現在我們荷花產業園區 正在發展中 那這個部分也會創造產業就業的機會 總而言之我是認為對黃議員等等 還有在場這四位 整體四位年輕世代的議員 高雄市政府期待 我們一個嚴格的監督理性的問政 為高雄尋求一個更好的未來 謝謝 那我們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努力 謝謝黃議員 謝謝市長 我相信 有建設 有建設我們有發展 有三頁我們有就業的機會 高雄的經濟好 高雄才有機會 所以我們希望市長能夠針對這一塊 好好的去加油 我相信 他輸光後輸光給我們來協助的 我們絕對是義不容辭 謝謝市長 謝謝 市長 只要是對高雄市有任何幫助的 我們都願意協助也支持去中央 爭取更多的這樣的經費 來建設高雄 這個我們都會願意支持你 我們不希望看到選前三名 不好意思選後 不好意思 另外有個問題 我們也需要市長在這個地方 具體的承諾我們高雄市民 針對於可能民進黨執政以後 你們要開放美豬進口 我們國民黨反對 含有瘦肉精的美豬進入高雄市 市長請針對這部分 你要做一下你的立場 我們必須要捍衛高雄市民的健康安全 食品衛生安全 我們必須要捍衛 希望市長你要有肩膀 能夠抵擋這些瘦肉精的美豬進入到高雄市 好 謝謝 跟陳一言說明 現在我們國家的法令 也就是禁止瘦肉精 禁止美豬含有瘦肉精不可以進口 所以你的擔心是未來的擔心 那我們的立場很清楚 這個都必須要有科學 包括國民健康風險 詳盡的評估 現在國家的法令 如果健康的評估對健康有害 我們會以人民的健康 作為我們優先的考量 你的承諾是不會 拒絕你也跟我們一樣拒絕美豬開放進到我們高雄市 我沒有這樣講 以健康以人民的健康為優先 那我想先肯定市長今天 對於我們幾位議員 不管是治安也好 毒品也好 包含剛剛美豬 包含剛剛我們所說的登革熱環境衛生的部分 都有了具體的一個答案 除了登革熱 但我們擔心的是 市長 雅政一向知道 你做事都是有目標 而且勢在 就是 使命必打 一定會對 一定會達成那個目標 不過雅政煩惱的一點是 你才會提早立開我們 你才會 立開我們高雄市 你敢做的嗎 老闆說 沒問題了真的 要提早立開我們 然後來 起到中央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 在你立開這間 還是你認滿錢 認滿的時候 認期滿的時候 交出一張 不管是 毒品也好 或者是登革熱的一個漂亮的一個成績 成績單 市長請你回答 請市長回答 我不知道 因為你的問題都是假設性 包括 開放美豬也是假設性的問題 其實市長 雅政很尊重你一項 因為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以後都跟我們這裡市府團隊說 你要做 你絕對做得到 所以雅政快一載 問我們市長 謝謝你的堅定 很難得能夠得到你的肯定 我以後都是最堅定的 我非常感謝 第一 假設性的問題 我不必答覆 也沒有意義 因為你只是 想像 假設 你認期滿前 現在高雄市政府會 最負責任的態度 不管是毒品的問題 登革熱的問題 這是高雄市非常重要的議題 嚴肅已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非常認真 在這個部分做好 假設性的問題你不要回答 謝謝 我想 這也是你對市民 有責任的態度 假設性 你說你不要贏 你也贏得出來 現在想要來糾教 現在討論很多東西 對著庭安 其實 我們高雄市用到 比較科技的方式 就是感控的部分 我們高雄市的感控 其實 應該是全台灣最好 建制率也是相關的 我簡單 孤雷來說 以洪酸來說 洪酸最沒有 三千五百幾的感染器 這三千五百幾的感染器 局長你知道嗎 不要說洪酸 整個高雄市 量率多少 投資率多少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如果 如果以 那個 三年以內 我們至少都有百分之七十五 我幫你報告 教長你的數據不對 你的數據也不對 我知道你想要 做到七十五 但是 你們現在幾個公司 百分之六十而已 那對著我們洪酸 沒有到六十 後來 現在自己探討的是 未來 我們這樣 一年一年 洪酸 三千五百幾 去年的 維運費更變一百萬 收你幾幾 四十幾而已 今年 今年 有比較多 對我比較好 多三十萬 等於一百三十萬 要收你幾幾 六十幾 局長 洪酸最沒有三千五百幾 要將近 要台灣的 還是派去的 最沒有兩千幾 這很嚴重 因為這是我們的工具 我們對著地安好 我們現在說的鐵片好 還是說我們的標車好 還是聯合的交通物件 事件好 那都非常 那是我們便利的一個工具 請問 市長 未來對著這個問題 你要怎麼解決 市長 對於監視器 因為洪酸 開始說五年以上 我們現在說的 減比較大部分 所以它的維修 的頻率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經常在故障 那這一部分 我們趕在明年 我們現在已經定調了 就是說未來 這些泰泛的部分 我們準備用租賃的 那如果判掉了 他還沒到泰泛的年限 要怎麼 沒有到泰泛的年限 如果是 我們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說 這如果在交通和治安熱區 屬於有必要的 我們就準備泰泛 那如果是屬於 那個根本不是 跟交通治安有關係的 只要在行啊 還是在廟室 那這樣子 這個根本對治安交通 沒有什麼幫助 泰泛我也不需要修理了 浪費支援 是 你現在有說到 未來是對著主任的辦法 你敢想過 我今天 我給你標到的人 我標到的時間 可能一年兩年而已 我做這些東西 整個公司做好 可能一定超過一半時間 他的他的 他的家也要到 就聽到這裡 換這裡 換這裡 租賃的方式會比較好嗎 你們有具體的去檢討過嗎 有相關的資料嗎 那個去年 我到任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在討論這個案子了 那我們 也問過 其他縣市警察局 他們的一個奏法 現在台北市也是租賃 新北市也是租賃 那我們想 局長是不是提供資料給本市 因為我們擔憂的是 會像現在這樣 我們以前有製造建制 現在都沒辦法去維護 我們紅色良率不到百分之六十 這很恐怖的所謂 要多久的時間 我聽說 我們對著這些商辦 他們 不可以刺財 公眾也不可以 人家破案 有破案獎金 有破案什麼破案財 他什麼都沒有信到 只信到鳳梅而已 信到不可以 信到他四點鐘 人家就要搞而已 對著這個 我們是要怎麼去鼓勵他 讓他願意留在這裡 或是說留在相關專業單位 來替我們維持這個良率 局長 分了議員在關心這部分 是健康的 其實過期我們的規定 就是說 在這個防治組合部的 維護這個監視系統 這些承辦人也很辛苦 也很容易 很難培養 對啦 所以這獎勵上 其實都有很優惡 過期的獎勵板有比較優惡 流動率優惡很高 我的重點是 要怎麼讓流動率下降下來 以前做的 後面都不知道 這是很恐怖的 沒辦法傳承 沒辦法去接續喔 來 現在把問題拋給你 我希望真的有具體的回答 答案回來 再來 再來 聽我們聽說的首度加積的部分 放整台灣六度裡面 像我們高雄還沒有 現在要讓你一個建議 你去比較 比較 我們台中市一樣 台中市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我覺得不錯 我們現在 所有的環境 一天要上十幾點鐘 其實齁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前兩天而已 我們風山的警察 為了打拚 二四點鐘打拚 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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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拚那個而已 看在哪不敢你知道嗎 看在哪不敢你知道嗎 所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 改善他們的工作時間 比如說 我們的工作時間 變十點鐘 還有 我們的家 家 家班的費用 是不是 部分 用來變成首都家籍 不加在一起 不加在一起 只是 我們把時間 減少 我們把時間 減少 工作時間 你覺得這樣可行嗎 我來研究看看 這樣你還要給我具體的答案喔 是 好 我們啊 很用心準備 希望大家好好探討 希望我們市長 可以把我們這些問題 還是建議 早上市政府 好好來研究 好 對高雄市長 會推動 自己說到買了 你看 你們坐三點鐘 我們四個站三點鐘 騎到我們哪有更多 還是一樣 阿扁 艱苦的態勢 拜託大家跟高雄市長 好好來做好 這裡市長 請市長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 市委議員 真感謝 我覺得市委議員非常用心 沒有一個市長 有辦法做到一百分 當然需要市政的推薦 需要議會嚴格的感度 高雄市政府歡迎嚴格的感度 大家就是有很嚴格的標準 來要求市政的推薦 這樣市政才會進步 我們是很開心 今天就是我們可以有機會 和議員理性的對話 當然有時候我們可以理解 所有不管今天高雄 作為一個熱帶的城市 北回歸線以來 我們面對登革熱的問題 但是給我們必須要讓議員知道 現在亞洲很多的國家 包括南美洲 登革熱的議題是數百倍以上 我們的嚴重 但是 這是人類社會要去共同面對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 也不斷的在未來國家蚊蟲熱帶疾病研究中心 我們也希望這個部分 應該設置在高雄 能夠來研究登革熱未來 有沒有能夠有疫苗 在這個部分 能夠來保障市民的健康 那高雄市的債務的問題 當然這個因素很多 但是 每一個六都之中 只有高雄市的條件 作為臺灣過去兩大的直轄市 台北市、高雄市 但台北市的主委和高雄市差很多 所以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之下 高雄市 剛才的防疫也有聽到我講過 我今年 我們的所有的公務人員 所有的我們的幾個薪水 退休公務人員 我今年要負擔一百三十幾億 再來十八% 我今年要變四十六億 頂頂 這些都是一些沉重的負擔 當然 我們希望未來需要有很努力的改革 希望臺灣有一些很努力的改革 我們非常感謝 四位議員對我們的指教 那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全國一致 市長 全國一致 別的地方都有了 不要讓高雄的警察 決斷在高雄市打擊犯罪 反而沒有受告 市長 沒有 我們非常重視嚴謹 希望針對 謝謝 謝謝 我們會跟警政署來討論 謝謝 我們會繼續討論 謝謝四位議員今天早上 站了180分鐘 謝謝辛苦了 上會